主料,棉藕300克,猪豆片50克,主料,水芹菜80克,葱花,姜丝,蒜末,油盐,白糖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棉藕去皮,切成条状的肉,水芹菜洗净,切成适量大小的段,与棉藕相当长短更好,热油锅,下姜蒜和肉片炒香,倒入鲜好的棉藕条一起翻炒, 加入少许的水,以免糊涡,在棉藕造决切成熟时,再加入水芹菜炒匀,加盐,一点白糖提鲜,最后再充发即可,烹饪技巧,棉藕切条炒起来比较脆,有些人喜欢切成片,各有型号,棉藕含有一定量的淀粉,容易糊涡,所以炒的时候要加一点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